有时帮了我们的老郎中离开后 我们就住在这儿 屋里冬暖夏凉 平日有鸟语蟲鸣相伴 舒适得很 不过当时走得急 李军又来搜过 现在看来不算太舒适 洪七姐 我们家就是这样 除了四面墙壁 还有满地的杂物呢 先替大王解开竖法 之后再来好好整理家里吧 好 天下开 铁蚣 鸡盆大王 小鬼 你这不周用的东西 怎么没有出手阻止大小姐呢 不能再让本大王多劝几句 大小姐说不定也会回心转意 要不是你们不成才 大小姐也不会 小丫头 小丫头 新的臣体可还习惯啊 一点问题也没有 多亏了夫人 是吗 真不愧是大小姐 鸡鹏大王 关于夫人的事情 我想向您请教 回多毛国之前 再跟小鬼们聊聊也好 本大王也想再看看 大小姐走过的地方 走吧 特天下 我的老主人属丧子 精善炼化之道 能够轻松驾驭黑火 黑火能量无穷 妥善运用的话 甚至能创造天地万物 他凭借着黑火与上古神器炼妖狐 炼化出了大小姐 事如己出 因此 大小姐体内 才存在着黑火之力 使她青春永驻 能使用轩原剑 也是败其所赐 这就是夫人所说的 非死亦非生 啊 长生不老 理当是被众人兴献之事 黑火却也是带给她痛苦的源头 大小姐体内的黑火 本该是相当稳定的 只是 她当年遭恶人劫持 黑火受紫荆石影响 石口化作黑火龙 纵使本大王和小妹们联手 击倒黑火龙 带来的伤害 却永远留下 要想断绝妖魔 只能毁灭黑火 但若如此 大小姐定会神行俱灭 夫人肯定是不希望大王见到 才将你关进机关屋里 啊 现在想来 大小姐大概早在那时就下定决心了 其实早在桃源界 本大王就看过黑火妖魔 为了避免破坏 为了避免破坏邪律 大小姐才以天书带走他们 本大王担心大小姐便和她同行 直到被关进机关屋里 在天书世界里 大王也提过邪律之事 这些地方都是透过邪律创造 也使人神妖魔得以共存 若是邪律遭到破坏 很可能会造成世界崩塌 那些黑火妖魔 夫人一路上都是独立对抗 要是能发挥轩元界的威力 确实无需担心 但大小姐日益虚弱 怕是除掉一只蒜一只了 大小姐或许是想要自己消灭黑火 但失败了 与其虚弱的继续带着轩元界 不如把它封印在此 梁后悔的鬼谷遗迹 便能用机关困住妖魔 本大王也是如此猜想 大小姐向来深思熟虑 定会考量后路才行事 夫子彻虽然看起来傻 但总能逗得大小姐笑哈哈的 这或许就是小姐喜欢她的原因 当年本大王和他们一起游历神州大陆 那时候可开心了 吉鹏大王听起来还是挺欣赏她的 大小姐若是喜欢 本大王哪有讨厌她的道理 况且那小子讲的笑话确实好笑 只差本大王一点而已 好年轻人 对熊